古通热症又夺走了一条人命 一名住在阳挫港路和后港二道交界处的73岁华族妇女 星期二入院后 今天宣告不止 妇女住在宝发西路 过去两个星期出现了四起古通热症病例 属于黄色警戒区 这一区自3月11号被列为高发区之后 环境局多次派人到区内 包括住宅内和户外场所灭文